好,这是我们的70层手势的系统装油的下滑纸 这个是,这个是生滑纸,我们把它扑到上面里面 这个是加工的板,这个是泡泛棉,养毛彩 好,我们来把那个温度几边设定一下 这个是温度的时间,二回以表 首先按一下这个ICT键 第一排应用5P的时候,只是是温度设定状态 我们按向上键来增加温度 也可以按这个向上键来减少温度 一般是220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按一次ICT键 进入时间设定状态 第一排变成5F的时候 5到F的时候是秒数,S是秒数 我们可以按向上键来增加秒数 也可以按这个向上键来减少秒数 一般设30秒就可以烫松滑烫了 然后再按这个黄色ICT键第三次就完成设定 这个是手动的转换开关 当打到左边的时候是手动状态 只是要按这个绿色按钮来烫化 但如果打到中间的时候设备是不会烫的 好了,右边的时候设备会自动烫化 当下工作板跟上面工作板重合的时候 就会自动烫化 这个是机停开关 当我们需要停止烫板的时候 按一下它就可以了 当需要重新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正旋转 它就反弹回来 然后设备就可以继续工作 这是计数器 当我们想清零的时候 我们要按一下这里它就清零了 按一下它就清零了 当我们 它每烫一次都会计数一次的 好,这个是电影开关 好,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机器 我们也把这个布铺好了 这个是一家的树花子 这个布已经铺好的这个铺上面 这个铺铺铺 铺好了 铺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树花子呢 拿到这个树 面下这个布铺上去 铺好之后呢 我们打过来 倒过之后呢 我们要按住这个手指 目前这个是手动状态 要按下这个手指动 就可以了 就被自动掉烫 这个温度 天表它是自动倒计时 从30秒到0秒钟 当归零之后呢 这个发热板就是自动弹起来 这个很烫 那注意啊 先用手去摸它啊 你们看我们这个发热板上面有 123456 总共12个弹簧 压力很均匀 好 二十百钟抬起来 然后把它扑过来 扑过来 就是把这个生花布呢 这个布链开 就是它这个颜色 就完全过得到这个纸上 它的这个布料是进去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布料 非常漂亮 颜色很漂亮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 这个浓化 把这个打到这边 把这个纸上的转换呢 打到自动状态呢 我们划热板到位之后 就是自动摊滑 这也是一张生花纸啊 这个布料已经做好了 刚才年啊 羊毛铲就已经做好了 这个布已经做好了 这个记得羊毛铲啊 做好之后呢 把这个生花纸的图案呢 一定要面上这个布料 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发热板 进去 放了之后它们就能摊滑的 发热板就能摊滑的 然后这个时间 进入大解式状态 当归零之后呢 这个发热板就会 自动摊滑就完成了 除了需要中止摊滑的 我们只需要按这个红色按钮 才能中止摊滑 它是一个安全按钮 如果需要重启的话 这时间旋转 它就会再平均变滑的 然后把发热板 把这个发热板 好 剩下这个发热板 这个发热板 就能够滑上去了 这个发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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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 颜色很炫艳 然后我们再过来调一下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可以调到 这个发热板 这个是一个光级 确实调要的地方 首先要把这个盖子接起来 然后 顺势旋转式增加压力 往这个转式增加压力 一般我们那个 调到0.6就可以了 然后顺势旋转式减少压力 我们把压力减少一点 给它0.6就可以了 好 可以了 调好之后呢 把它一压就可以了 这个是这里面有水 不是要放点水 因为这个这个里面 这个气管里面都是有水的 我们也把水放出来 一个星期放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是气缸油 是用来润滑气缸露的 好的 就可以了 谢谢